他是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年近七十岁居然喜当爹 结果却因此被人蒙骗 几乎搞得自己家破人亡 韩武帝都是个快七十的老头了 这天太监苏文跑来道喜 说过一夫人怀孕十四个月 陈光身下一个男婴 韩武帝听后憋题多开心了 没想到自己这时候还能喜当爹 不得不说真是老当一壮 郭义夫人此番怀胎 非比常人 足足怀孕十四个月 他想到姚弟就是十四个月降身的 难道郭义夫人的儿子 也会是英明神武的皇帝 这下就尴尬了 魏子夫身下的太子 二十年来一点都不像汉武帝 这一度让他非常郁闷 这郭义夫人的儿子 居然和刘彻一毛一样 他直接将郭义夫人的寝宫 改名姚母门 这下有两拨人开始着急了 一方面是李广丽方面 他是李夫人的哥哥 常义王的舅舅 不管是太子还是新皇子登基 他未来都没什么好下场 他看得出 汉武帝对太子早就不满 加上卫星已经去了 如今太子力量薄弱 真所谓趁你并要你命 于是他准备联合郭义夫人 先把太子搞下台 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即将开始 在苏文和郭义夫人的引荐下 江湖辫子将冲闪亮登场 这小子竟然说动缠鱼 安排使团来长安觐见 这下刘彻非常高兴 看来你挺能干啊 行是个人才 你江冲就做朕的 直指秀一使者 直接对朕负责 专门都府三府盗贼 督察 贵气 庭臣 不法之士 他自从当上这个官 开始各种找太子的麻烦 搞得汉武帝对太子越发不满 江冲的官职确实不断高深 陈相之位又让刘曲毛当了 这家伙可是李广丽的姐夫 这下军政大权在他们手上 汉武帝又被狗以夫人迷惑着不见任何人 太子已经赶到大难临头 就在此时 汉武帝又接连做噩梦 江冲又趁机找来个巫师 说东南方向有妖气 小到发现东南方向有漫天的妖气 妖气都聚在皇宫中必须跟住 要不陛下的病绝好不了啊 你是说为央功 汉武帝立刻开始搜查五谷 这场风暴持续了两年 在江冲的无限之下 竟两万人遭到牵连 这里面当然就有魏清的儿子 以及魏子夫的姐姐 说白了 这江冲无非就是借此机会 将太子集团的势力进行毁灭性打击 然而这仅仅是他们阴谋的开始 更让魏子夫没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借着汉武帝的名义 塔尔皇之的来为子夫请宫开挖 丝毫没把他这个皇后放在眼里 你们这么下折腾 还能不能给我留一寸安身之地 奴才只是遵照皇上的诏命 实在是不得已 请皇后娘娘见谅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江冲他们居然趁着搜查的名义 在太子房里放了很多木和巫书 里面写的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证 太子也终于硬气了一回 趁着江冲搜查的机会 将他团团围住 一把宝剑直接堆在了江冲肚子上 这干掉了江冲 太子决定要干大事了 这下汉朝是彻底的乱了 汉武帝能在紧急时刻力挽狂澜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下汉武帝能在紧急时刻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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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汉武帝能在紧急时刻力挽狂澜